醒目一响咱们是继续开书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的小河卓货席站 也被这个大韩苏勒坦沙秦柱 被拿进了牌租阿波特城 拿住之后啊 就把他和他哥哥大河卓波罗尼都囚禁到了一起 当然了 关押他们呀 和关押其他犯人有所不同 就算是软禁吧 在囚禁这大小河卓的同时啊 他们的家人仆人是允许与他们一起的 这头算是消停了 可是这大韩苏勒坦沙呀 还是着急 他着什么急呀 因为他清楚离此不远 这个瓦罕走廊的一头啊 这轻军的大部队呀 还在那等着呢 等着他回姓呢 就在前几天 因为他呀 拒绝交出这大小河卓兄弟 这视为萨姆坦 就是那个大衰复德派到巴特山的那位使者 气哼哼的 可就回了这个轻军的大营 其实这苏勒沙坦当时啊 就派出自己手下一员得力的伯克去追了 追上这个萨姆坦之后啊 这名伯克说 这小河卓重伤不治已然死了 这一点呢 我在这得跟您解释一下 他们绝对低估了这乾隆皇帝大清朝廷 对这个大小河卓的仇恨程度 乾隆皇帝给这个前线的将士下的圣旨啊 就是必须要擒祸贼手 这仗打到什么程度才算完呢 大小河卓拿住 送到北京城 才算是这平回善争的结束 退一万步说呀 拿不着活的也得要死的 哎 这活要见人 死要见死人 显然的这苏勒沙坦呢 他并不了解其中的细情 所以他可这个清君呢 才总编这种没有用的瞎话 他心里也纳闷 你说告诉你们死了 不就完了吗 即便是没死他们还活着 哎 你说我还能把这哥俩放出来 给自个找事吗 可是他派出的这名伯克呀 见到萨姆坦之后这么一说 显然这萨姆坦是不信 不但他不信 这萨姆坦回到大营当中 把这些事情原原本本的禀报 给了大帅傅德 这傅德他也不信 不但傅德不信 哎 这傅德呀 把这件事情就奏报给了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更不信 并且乾隆皇帝说 哎 即便是死了 我也就见着尸体 即便是尸体运不回北京城的脑袋呀 也得给我嘎回来 乾隆皇帝在旨意当中 还埋怨这个傅德 说傅德优柔寡断 不能唯以重任 针对这一点呀 这乾隆皇帝可不只是责骂傅德一人 他是捎带手的 可就把营里的众位将官 以及随军参赞大臣 办事大臣全给骂了 他说这些人呢 一是懒 二呢 是怕担责任 从哪看出来呢 因为傅德派出去一波波的使者 到巴德克山韩国去交涉 每次去的时候 不是一些归降而来的回江伯克去呀 就是派一些侍卫去 那么说这么做有毛病吗 乾隆皇帝认为毛病大了 哎 咱们就说派侍卫这事吧 乾隆皇帝认为呀 举而不够大 这傅德你往这巴德克山去派这个使臣呢 必须官要够大 前线的五官当中那么多的都统提督 文官当中领队大臣参赞大臣 这些人你为什么不派呀 哎 这傅德不派呀 可能是他呀 吃屎迷了眼 浑了蛋了 他没醒过枪来 可是你们这些人就不能自高奋勇的 张罗张罗去出使巴德克山韩国吗 毛遂自荐也是好的呀 说白了呀 还是缺少这个担当责任的能力 咱们再说说呀 你们派出去这些投降来的伯客 这些人呢 做了使臣出使巴德克韩国 这巴德克山韩国的大韩 速勒坦沙呀 要是不交这大小合卓 还则罢了 一旦他真的把大小合卓交给他们 他带回到了大清营中 你们说这功劳算是谁的 这些个回众一旦立了这么大的功劳 朕如何封赏 朕的脸面又往哪搁 这些事你们替朕考虑过吗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呀 显得非常生气 这富德呀 好了赖了的 倒是能看懂这乾隆皇帝 旨意当中的意思 那还等什么呀 点兵啊 咱就准备出兵吧 就在这个时候啊 守城门的棋牌官 颠颠颠颠跑进来了 说大帅呀 巴德克韩国呀 派使臣来了 这苏勒沙坦大汗亲自给您写了封信 富德这个气也就别提了 啊 你不把这个大小合着送过来 你还有脸往我这派使臣呢 他告诉这个棋牌官去出去 告诉这个来使 让他在门口等着 然后啊 把书信给我拿进来 我先看看 他要是问你 大帅现在正忙什么呢 你就说呀 大帅现在呀 争派兵呢 我们这个大军呢 是即刻就要攻打牌族阿伯特城 这七八官出来呀 就见到了来使 说中代言 这位来使叫什么呀 这位来使啊 是这个牌族阿伯特城中啊 一个大伯克 就是这巴德克山 韩国首都牌族阿伯特的 阿奇木伯克 翻译的更明白一点啊 就是这个首都的市长 名字呀 叫恶末 从这史书当中啊 就可以看出来 这跟恶末啊 那可是一个敢担当 有主意 为人民招想的当地好官 那具体是怎么意思呢 您接着往下听 这恶末啊 看见棋牌官出来之后 连忙是满脸堆笑 就凑上去了 嘴上说呀 大人 大帅如何答复啊 我是不是这会儿 就能见见大帅呀 那么说啊 这傅德都那么交代了 这棋牌官呢 他自然就得把这戏做足了 这棋牌官呢 恰着腰两眼 瞪着这个恶末啊 半天没说话 渗了半天呢 等着这个恶末啊 想继续追问一下的时候啊 这棋牌官呢 突然就开口了 替您办这点差事啊 忒不易了 我进得大帅之后 向我们大元荣一禀报啊 劈头盖脸啊 就挨了骂了 这恶末赶紧说 哟 怎么回事啊 这大帅说我呀 这心瞎呀 眼也瞎 没看大帅正忙着呢 这恶末啊 赶紧往前凑个路说 这大帅正忙什么呢呀 这棋牌官呢 翻眼看了看他 说哎 跟你说呀 也没关系 这已然不是什么军事机密了 我们大帅现在呀 正忙着调兵潜舰啊 就要攻打排族阿伯特 这恶末一听啊 立刻这后期那汗就出来了 贴身的汗摊就湿了 那说了 这阿富汗人 那穿汗摊吗 哎 这我哪知道去 反正到夏天的时候 他我穿 这恶末赶紧说呀 您哪 让我呀 见见大帅 把我带进去 我亲自跟大帅解释解释 再怎么着 咱们这两国之间呢 可不能刀兵相见呢 齐白官说 我不去 哎 刚才就挨了一顿骂子 再进去 我怕就得挨板子了 军阀处置 那了得吗 这么这么 你先把你那封信拿出来 我先把你这封国书啊 交给我们大帅 等到大帅看完了以后 见不见你的 再听大帅的将领 哎 也只好如此 于是这恶末赶紧从怀中啊 把大汗子这封书信拿出来 就交给了齐白官 齐白官转身进去 进德大营当中啊 就把这封书信 呈给了大帅富德 富德打个信一看呢 这信简直就是废话 说的倒是挺客气 不过大概齐的意思只有一个 我们绝不能把这何卓木兄弟啊 也就是圣义 也就是圣人的后人呢 交给您 他呀 在这信里 可不敢称呼清军为卡菲尔 只能以天朝大军代称 这原因呢 也很简单 说这个我们呀 是宗教国家 是教门中人 在我们这儿呢 这何卓呢 是圣义 圣人的后代 哎 就相当于也扮了神仙 所以我们这个教义不允许 我们把这个何卓呀 交给非教门中人 大帅富德 看完进之后啊 告诉齐白官 去把他叫进来吧 我再问问他细节 这营中一声传呢 恶魔成荒成恐的是来见富德 等这个恶魔见到富德之后啊 偷眼往上一看 这富德坐在事案之后啊 这会儿正办公事呢 抬眼看了看他呀 嘴里就滋出几个字 说尊使 这回来有什么事吗 这恶魔心里这个急就别提了 您刚才不是看完信了吗 这会儿怎么还问我有什么事啊 这恶魔啊 他也不敢说别的 赶紧给大帅拾了礼之后说呀 我这回来呀 是重申一下我巴特韩国 要彻底的臣服大清 臣服大皇帝 并且呢 有一件小事啊 要跟您说明一下 就是这个大小何卓兄弟啊 我们已经把他们逮起来了 并且在抓捕小何卓 祸及战的过程当中啊 在混战之中 这小何卓重伤了 抓到城里之后 重伤不治啊 还死了 我们这个大韩素勒沙坦决战 既然他们都死了 这两家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我们来问问这大军何时撤兵啊 这傅德呀 抬头看了 跟他冷笑一声啊 把鼻壳就割下了 跟他说 嘿嘿 我从现在开始啊 就和你说一句话 你可得记清楚了 关于何卓兄弟一事 大清朝廷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尔等不勤献逆贼 我等即行进兵 说完了之后 这傅德对将外的这些棋牌官说 送客 这棋牌官进得帐来呀 连轰代驾 可就把这个恶门给轰出来了 那既然都让人家轰出来了 这恶门也没有办法呀 翻身上马 带着自己的侍卫们呢 可就要回这个牌族阿波特城 咱们放下这个傅德不说 单说恶门 他可要回城交令 可是啊 走了一天一宿之后啊 他琢磨过来了 我这么回去 可不行 如果这个大韩啊 还是执意的不交出这个大小何卓兄弟 那么这一场生灵涂炭 我还是免不了了 于是这恶门啊 调转码头 可就又奔清军大营来了 到了大营之后 我见着棋牌官 跟这个棋牌官说呀 您还得帮我转达一下 我这儿啊 有点私密的事 要禀报大帅 事关重大 非常紧要啊 这棋牌官呢 倒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听他这么一说呀 赶紧就把他领到了帅杖 见到了傅德 这恶门啊 见到傅德之后扑通一声可就跪那了 说大帅呀 您可先别着急哄我走 我这儿有下情禀报 我跟您说呀 不交出这个大小何卓 我们大韩呢 实属事出不耐 大伙刚一商量 要把这二人呢 交给天朝大军 我们城内寺里的大小毛拉阿红啊 是坚决反对 呼啦啦跪倒了一片 哭成了一片 他们绝不同意 把圣意何卓交给卡菲儿 您得知道 我们这个教门国家是全民信教 这教众呢 就是所有人民 所以呢 说话算数的 可不是我们这些伯克 是寺里的毛拉阿红们 将军您率领大军 一升将领啊 那多少人头落地 我们这个牌族阿伯特城 哎 再往大了说吧 乃至我们巴特克山韩国 可就完了 这帮子宗教领袖啊 他们不心疼 到时候他们拍拍屁股颠了 我们这些世俗官员呢 还得做善后的处理 并且呀 战乱波及的 也有我们的家人不是 我劝大帅呀 一定要感念民情 千万别贸然开战 以免呢 生灵涂炭 那这负责说 那现在这事就矛盾了 既然你呀 跟我这诚心呢 我也跟你说实话 朝廷的亭记 已然到了前提 大皇帝乾隆 这旨意写的清楚 必须勤活大小合卓 即便活的抓不住 死的 也要带回到北京 交给朝廷 我们接到的是死命令 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 那恶魔说 我这儿啊 倒有个主意 您广是这么着 带使臣去说 可不行 您必须得有军事威慑 但是呢 咱可别真打 您不兵临城下呀 这些四里的 阿红毛拉 他看不见大军来袭 他们就不害怕 即便呢 我们的大汗 想交出 何卓兄弟 有他们这个 横篮树篮呢 也是没办法 这傅德一听啊 也有道理 说实话 这傅德对打仗啊 也烦了 从乾隆二十年 争准开始 这傅德在前线 摸爬滚打 死人堆里滚了 好几回呀 这已经三四年了 亲眼看见呢 自己手气的将士 一查一查的 倒在了疆场之上 这不战呢 而屈人之兵 那自然是好主意 既然是这样呢 就依照着这个 恶魔的主意啊 也修改了自己的将领 首先这傅德呀 派了侍卫 鄂尔登阿 五代两人 这两个人呢 那可不是小侍卫 都是头等侍卫 那要算起品级了呀 那可就是三品武将 跟着前方啊 从巴特克山 韩国回来的 使臣萨姆坦 这萨姆坦呢 那也是头等侍卫 这负责为了突显的身份呢 在军中临时 又赏了他可戴 双眼花灵 这三位武将啊 领着三十名金甲重骑 跟随这厄姆尔啊 一同回 排租阿伯特 等到这支使臣队伍 走了之后啊 他又令伊柱 巴图基尔嘎尔 还有霍吉斯 各带本部人马 顺着瓦罕走廊 急行军是直奔 排租阿伯特 自己呢 也不怠慢率领大军 是随后跟随 谁都看得出来呀 这大军来到城下 那立刻就要开战了 实际上呢 明眼人还真能看得出来 这还真有点 先礼后兵的意思 因为跟着这个 厄姆尔伯克回城呢 再怎么说呀 还有一支使臣队伍 虽然是武装使臣队伍 但是啊 也给出了信号 还是想和你先谈谈 并且这傅德呀 还给了他们谈判的资本 亲手啊 写下一道率域 让他们交给大汗 肃穆坦沙 只不过啊 上边只有几个字 现肃穆坦沙 大汗25日之内 交出大小合着 如过期不至 既行进兵 那这可真就是 最后通牒了 最让这傅德 有底气的是什么呢 就在这个时候 乾隆皇帝的庭记也到了 这庭记当中说呀 赵慧这会儿啊 在南疆没闲着 他派出了多克使臣团 这些使臣团带回来的消息表示啊 在这个巴特韩国附近的这些城邦啊 多数都已经归去了大清 其中啊 大的城邦就包括霍海 马尔嘎朗 安吉岩 纳麦干 还有伯格尔都 咱们有必要啊 在这儿交代一下 像这个霍海 也就是这个浩海呢 还有这个马尔嘎朗 安吉岩 这些地区呀 那都是巴特克山以北的城邦 现在呀 都属于是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唯独这伯格尔都不是 它位于现在的这克什米尔的北部 属于是巴基斯坦地区 有一个名词啊 三十岁以上的人呢 可能听着耳熟 叫巴控克什米尔地区 哎 这伯格尔都啊 就在那儿 那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啊 现在巴特克山韩国 南北两措的近邻呢 多数都已经成了大清朝的盟国 甚至啊 成了大清朝的蜀国了 乾隆皇帝还是那句话 对于大小何卓是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巴特克山韩国 如果不肯交出这兄弟二人 因天气原因 今年不能进兵 那明年是必然出兵巴特克山 圣旨原文写的清楚 选兵数千直入其境 捕获二贼 即将巴特克山部落一并办理 一无不可 乾隆皇帝说他们不交人呢 今年不出兵 明年也要一并办理 到时候攻克巴特克山 还别什么蜀国不蜀国了 直接就把巴特克山画进咱们大清版图了 哎 想想也不错 真要是啊 现在这会儿巴特克山地区啊 还是中国的版图 那别的先不说呀 买青金石啊 嗯 那估计应该能便宜点 那个地方啊 可是出产全世界最漂亮的青金石 据说啊 那成色都是一顶一的 哎 都是啊 五百少金 话扯远了啊 这侍卫 鄂尔登鄂 五代萨姆坦这三人 带领三十名金甲武士 随同伯克 鄂木尔 可就一同又来到了这 巴特克山的首都 排族阿布特 见到了大汗 塑莫 坦沙之后 刚要宣读这傅德的大帅域 哎 也就是那二十五天的最后通牒 这素木坦沙 抢先一步 砰 就拉住了萨姆的手 跟他说尊使啊 这大小合卓兄弟二人 就在前两天已经被我 杀了